你愿意为自由付出多少代价 今年1月曾经在上海当健身教练的黄先生 跟一群人挤上了一艘快艇 趁着夜色前进 汹涌的海浪中见得他浑身湿透 小船好像随时会翻掉 显向寒生 黄先生忍不住用手机打了一封诀别信 万一自己无法活着上岸 就要马上发给父亲 黄先生只是今年以来 从中国逃往美国的数千人其中一人 中国人论出国 就是一居海外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但最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选择用偷渡的方式 从南美洲出发北上润美 这还有个行话就叫做走线 大家好我是饭鸡飞 欢迎收看饭局的Today看世界 过去只要提到美墨边境 大家应该都会想到 来自中南美洲的大棚车吧 美国前总统川普一天到晚喊的 The war 想要挡住的主要就是拉美移民 不过最近许多外媒注意到 移民队伍中出现了新的主力军 中国人 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 今年一到三月累计有3855名中国人 穿越连接南美跟中美的达连爱口 前往美国 要身为穿越这爱口的第四大族群 会特别讲这个地方是因为它超级危险 有多危险我们待会会讲 你可能会觉得不到4000人还好吧 但相较之下透过这个方式润美的中国人 2022年全年加起来也才2005人 同样的方式 2010到2021年间只有376人 但现在的4000人是很明显的增加了好几倍 这些中国人通常会搭击到厄瓜多 从首都基多出发 主要是厄瓜多是这条拉美路线上 唯一允许中国人免签入境的国家 他们会先搭车到隔壁的哥伦比亚 再从哥伦比亚搭船进入巴拿马 徒步穿越恶名昭彰的达连爱口 达连爱口是指哥伦比亚跟巴拿马边境 一大片未开发的沼泽跟森林地区 爱口长度大约106公里 CNA的记者真的去走 走了5天才走完 当地的黑帮会趁火打劫 每个移民至少要付400美金 才能够取得进入丛林的门票 接下来遇上什么全得赌人品了 一路上地形7区要跋山涉水 每一步都踩在无止境的烂泥上 还要闪避夺命毒蛇各种致命的蚊虫 这对大多数成年的人都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了 更别提长辈或小朋友 更糟的情况就是遇到趁火打劫的歹徒 恐怕连命都没了 中国的论友说 在那里一点小伤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大家都是背着家当大包小包 万一发生什么事 没有人有额外的铁力帮你 不少人拍到路边罹难者的遗体 空气中也弥漫着令人不舒服的味道 也有人PO出 妈妈带着奶娃一起走 一根软肋都不留给中共 还不忘 Hashtag人矿资源打流失 根据网友拍的照片 目前年纪最大的偷渡者是一个70岁的阿嬷 年纪最小的偷渡者才7个月 这些中国人如果能够活着出来 就能看到一个联合国难民营 接着一路向北 靠自己的双腿 外加各种交通工具 汽车 巴士 三轮车 摩托车 抵达美墨边境 最后翻过或是绕过川普墙 镜头 入境美国 然后马上去自首 并且申请政治庇护 就有机会成功洗白 换得居住权跟工作权 对 有机会而已 根据美国媒体的Hill 由于要申请的人太多 光是要法官审理的案子就要等个5年 好不容易进入程序 过去几年政治庇护的申请 平均有70%是被驳回的 这还算好的了 很多人是被遣返 网路上就有消息说 有人被遣返中国之后 直接被没收护照 未来几年内都被禁止出境 至于RUN成功的 就在网路上分享经历 例如经过哪里会检查身份 会收多少钱 可以在哪里换汇等等 Twitter跟TikTok上面 走线的贴文越来越夯 Telegram上面也有专门的交流群组 也有不少人干脆开始做起了 走线咨询的生意 走线也有分平民版跟豪华版 中国走线者告诉华尔街日报 需要长途跋涉的平民版 费用大约在7000到1万美元不得 包括付给人蛇集团的钱 交通费跟住宿费 想要更安全少受一点苦 就付钱超捷径 先飞往墨西哥 在那里有代理人 贿赂海关官员 用伪造的旅行证件入境 这样的豪华版价格 少说也要6万美元 华尔街日报说 会选择走上这条路的中国人 通常收入比较低 工作技能比较少 文化程度也没有那么高 有不少人面对镜头 唯一会说的一句英文就是 No English 他们走正规管道 获得美国签证 恐怕微乎其微 而这些人会选择放手一搏 要么是被封城搞到河西北风 要么就是被北京当局盯上 刚提到的黄先生 就是在疫情中失业 跑去iPhone的代工厂工作 又卷入了劳资纠纷 抗议活动 跟保全起了冲突 就被解雇了 但没多久 竟然接到警察约喝茶的电话 要他去解释清楚 黄先生就吓坏了 决心离开中国 42岁的广东皮革商老李 原本在国内日子过得颇滋润 但他声援过香港反送中运动 去年跟前年 都被当局带去问了几个小时的话 让老李决定带着16岁儿子一起走线 远离中共的仪式形态 武汉年轻人杨欣 疫情期间做起自媒体 没几天就被警方盯上 抓去拘留 暴打一顿 还逼问有没有受到外国势力的操控 一名北京的商人 跟国有企业发生纠纷 对方发来死亡威胁 他也只好离开 一个湖北男子说 几年前政府拆迁他的房子 连他的脚趾也一并拆了 呃就是被推笔机压没了 他就这么一拐一拐的穿越 打连爱口一直惊人 但有很多人一问到有什么经历吗 对方显示沉默一阵 说正在想 大概就是单纯想要逃离中国吧 根据联合国耐民署去年公布的最新数据 2021年有将近12万名的中国人 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 比2020年增加了将近一成 而且从2012年习近平掌权之后 中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就持续增加 累计超过了73万人 远超过胡锦涛执政时期的人数 经济学人两年前就注意到这个现象 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的铁丸统治一年比一年更急 虽然大部分寻求庇护的人 不像维吾尔人一样遭受中共的种族迫害 但2012年以来 他们也发觉自己的自由正在不断的减少 当然也有不少执意的声浪 这些中国人润美真的只是想寻求自由吗 该不会是北京派来的间谍正在密谋什么计划 打算来个里应外合 其实通常间谍都会伪造很好的身份 让他们很容易进入美国啦 走线进美光是签证就要搞好几年 做间谍的效益不高 难民会去做间谍通常是因为被威胁 但很多愿意受访的走线者都说 在中国已经再也看不到希望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 谁会想要离乡背景跟亲朋好友分开呢 而且这一分开很可能一辈子再也不见了 西方媒体其实不只报道 这些惠润的中国人的故事 最近也报了很多惠润的俄罗斯人的故事 为什么很多人会对这样的故事这么有兴趣呢 就是因为在民主国家长大的人 很难想象 为什么这些极权国家里的人 能忍受被剥夺成这样 很多人会说 你看看这么多人享润 这就表示 有很多中国人也不同意中共的做法 也不是人人都是小粉红 或许中国不是在讲制度优势吗 你看这么多人活不下去只能跑 哪里来制度优势 这些说法都有它的道理 但这么多人选择跑 而不是在原地寻求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改变太困难了 所以只能选择走 如果这些不同意的人只能选择走 那么中国还有可能靠内部的力量改变吗 今天最后我想问问大家 你在看中国新闻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 在极权国家 政府跟人民的关系跟民主国家不同 得要加入考量 还是 人就是人 应该比较无准一致 哪有什么不一样的 留言告诉我 今天非常感谢任瑞婷的协助审稿 我们每周都会推出世界周周考 如你有看我们的报道一定考试都100分啦 点选下方资讯连结一起来玩玩看吧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它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估计栏目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欢迎订阅的特地开世界 天罗美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描动世界大师 我们明天见